英國星期二宣布 美國已公布的類似措施將禁止從6個從中東國家飛往英國的乘客攜帶筆記寶電腦及其他大型電子登記 英國的新規定將阻止從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約旦、埃及、特尼斯及沙特阿拉伯直航班機上攜帶長度超過16厘米、寬9.3厘米、深度超過1.5厘米的隨身電子設備 英國首相特尼三媒發言人對記者說 由這些國家直飛英國的航班將會遵照這個新規定繼續運行 他們認為這些是保護乘客安全旅行的必要而適當的措施 星期二的較早時候 美國運輸安全局從10個中東機場直飛美國的乘客發出類似的禁令 運輸安全局在一份聲明當中說 禁令並非針對具體威脅作出的回應 而是基於經過評估的情報 顯示恐怖組織仍然對某些商業航班感慶才 該個指令將會要求乘客將大於手機的電子設備放入撲運行李當中 運輸安全局說由於後勤原因而將手機除外 運輸安全局表示 他們是根據當前的威脅圖片選擇了機場 經過同情報官員協商之後 未來可能會增加更多的機場 該個機構表示 隨著威脅的變化 運輸安全局的安全要求也將會隨之改變 會當中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